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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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看這個怎麼做 這個應該 不會很難 我先做 一般的版本 一般的版本很簡單 所以你就先擺個變數 就上 上的魚鱗 先歸零 注意喔我這個第一個範例 這個要會喔 連加什麼加 加到多少 100啊 然後呢 變化量是都要加加 每次加一就是加加 加到哪裡 加到這個總和 這個上裡面啊 上等於上加I 所以整個都加進來了 你就用複合指令加等於 I 我們先用這個版本吧 你要先這個比較一般的 負圍圈版本就要會嘛 對不對 負圍圈版本先會然後再去改 這個我們先把 簡易負圍圈版本先會做 好 便宜執行 看答案有沒有對 答案當然是對的嘛 好 好 那你把它改模組的話怎麼改 要怎麼改 好問題啊 所以這邊呢我們要來 在這個類別 叫做上底線 5050對不對 我們要記得 它前面一定要靜態 因為MAN是靜態方法 靜態方法只能呼叫靜態方法 好 好 它會不會傳回直 傳回直 所以它的上是什麼形態 INT 所以你也是INT 啊你要不要給它一個名字 要啊 你給它一個名字叫做什麼 叉叉叉 好不好 本來名字自己去命名啊 好 這個方法 它自己要形成一個區塊 好 它的區塊你就大瓜瓜 然後接下來做什麼事情 往這裡 往這裡 剪下來 貼上去 好 那這個會不會傳直 這個會傳直喔 這個會傳直喔 因為你要 我要把這個上的結果 要傳回呼叫它的地方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記得這邊你要寫一個 Return 上 我就放在這個 把這個直傳回去嘛 對不對 然後呼叫XXX 對不對 呼叫XXX 我就把XXX 原刀5列印出來就好啦 就答案啊 也不用上啊 原刀5 對不對 這樣就好啦 來 5050 第一個版本喔 注意 這個方法 有沒有參數 沒有 這個把原先的神絲碼 把它直接 完全一模一樣 只是多了第7行這裡 只是多了這個嘛 對不對 多了這個而已啊 因為你要傳回去而已啊 要傳回去當然要多這行啊 其他東西沒有變化嘛 其他東西沒有變 沒變 好 現在來 我來一個變化 誰說我一定要加到100 我可不可以加到N 可以啊 所以我這裡就一個參數N 這裡啊 我就改成N 欸 我就要加到 我加到1000 可不可以 1000應該是不會異位啊 加到1000啊 因為我這裡多了一個參數 我就多了一個什麼 多了一個自由度啊 多了一個自由度 你有時候你要知道 為什麼要列參數 參數這個就好 很好用啊 你參數如果你會用 你就可以讓原來的程式 讓它的功能就更 更一般化嘛 你就可以解決更多的問題嘛 因為我們剛剛是不是只是針對 1加到100嘛 現在我可以怎麼樣處理到 1加到N都可以啊 對不對 因為N我可以變啊 我可以變啊 好 我下到1000怎麼樣 就變這個啊 這個答案也是對的啊 你可以用高斯的方法 再去算一遍啊 對不對 它不是只有一個公式二分之 N乘上圓瓜弧N加1 你帶進去算 你就知道嘛 這一定是對的啊 那我就說 我為什麼要一個一個加 我可以不可以 1 3 5 7 可以不可以 也可以啊 哪邊要變 變化量這邊可以變啊 比方加X啊 跳X格啊 參數我這邊又多了一個什麼 X 對不對 這邊 這邊 喔 如果要算 原來的1到100 欸 這個時候你就要這樣扶腳 喔 那這邊從1開始 然後到100 然後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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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加1 每次加1 對不對 我們先看這個對不對 這是對的 如果兩個1 3 5 7 這樣的話 是不是改成2 對不對 這樣也OK啊 所以 把程式寫成模組 好處很多 不是 只是說 欸 我們剛剛簡報顯示那些而已喔 其實還更多的東西 因為真正有去做 你會慢慢發覺 欸 寫成模組 你會真的把它寫成模組 欸 好處 好處會很多 這個比你單純從頭到尾一個Man 沒有去呼叫其他任務模組 那個 它的彈性變得很大 你原來會寫的東西 它功能都變得很 變得會更強啦 變得更強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這邊還可以再改啊 這邊 這邊還有 從1開始 你也可以再加個參數 我不一定要從1開始 我也可以從任何一個整數開始 這些都可以 好 所以我們接下來講 我們這個章節的 第二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 就是叫做 參數傳遞 那我們在加碼裡面 參數傳遞 它有兩種方式 有兩種方式 好 第一種方式叫做 傳職 第二種方式叫做 傳參考 那我們課本 是把它 寫成 傳指 其實傳指 一般來講 是指比較低階的 做法 就像西語言 它甚至是傳指 好 好 那我們把這兩個概念來講一下 再講一下 再講一下 那這裡面很重要的一些概念 你當然要知道 一個就是說 我們剛剛講的那個 1加2加3 一直加到100 所以最後 所以最後 是用個變數去裝 上去裝 裝好 把那個算好值 然後你再把它傳回去 對不對 那個是傳值 那個是傳值 還有 我們當中 後來有講到 有幾個 不同的那個 變形 裡面你可以 傳遞一些參數進去 那個原則上 那也是傳值 你的參數傳值 你的結果也是傳值 基本上傳值 事實上呢 是怎麼樣 它只是用那個參數的一個副本 然後也有副本 事實上 你在 估降它的地方 你並不會因為 傳遞過去之後 它有任何改變 它沒有改變 改變是只有副本在改變 要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所以 會有一個怎麼樣的問題 會有 你在那個程序或 函數那邊 你那個值已經改變了 可是你沒有傳 回來 那不會變 它會有出現這樣的問題 所以我們剛剛那樣的做法 那個其實是傳值無角 我們剛剛那個石做的那個 那個例子 所以這一定要有一點概念 另外一種概念是叫做傳參考 或有人翻譯成傳參考 那個不一樣喔 那個是不一樣的概念喔 那是不一樣的概念 那是怎麼樣 它就不是用副本喔 它就不是用副本 那個會怎麼樣 你如果在程序或在副程式 或者在那個函數當中 如果它有改變 它會跟著一起改變 你呼叫它呢 所以它在它裡面 有變化會跟著變 那我們再來看看 真正在Java的情況 這邊你要知道喔 因為Java的方式 它是比較固定的 就是說它 一些特定的一些型態 它的那些參數 它固定就是傳值 有些是傳參考 像我們基本型態 INT CHAR Double 全部是傳值 全部 都是傳值 那我們還會常常用到一個 不是基本型態的 那個叫做STREET 那個是支竄 支竄也是傳值 支竄也是傳值 好 在Java的陣列 它是一個 它是傳參考 所以如果說 當你的參數裡面有陣列 陣列在那個 函數在程序裡面有變化 它呼叫它的地方 也會跟著一起變 它會跟著一起變 所以這不太一樣的概念 所以有時候初學者 通常這邊 參數那個 呼叫傳遞的方式 它就會有不同 它會搞不清楚 很多東西會搞不清楚 這部分要特別留意一下 你要先有一個概念 所以有些人說 你要學一個新的語言 特別碰到函數的部分 韓式部分 來各位特別問 請問你那個 傳遞參數方式是什麼 傳值 傳值 還是傳值 效果會不一樣 會完全不像 會完全不像 記得陣列 一定是傳參考 其他的基本型態都是傳值 在加把你也是這樣 在加把你也是這樣 在加把你也是這樣